好 主任志龍先前IMB是爆出了詐騙糾紛 總數被詐騙的人呢是高達了數千人 而詐騙金額高達25億元這麼多 在今天呢 原民命理老師他是出免來受訪 他的被詐騙金額是高達了3300多萬元 帶您一起來聽他的稍走 那我會比較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一般的詐騙集團做壞事會躲起來吧 對吧 那這一群人做壞事不但沒有躲起來 他還開說明會 他們還開說明會 然後還嗆聲說不爽你去報案 KDNL呢對命理老師已經評估了兩年 到了今年二月發現投入的金額血本無歸 已經組成自救會一起協力共同訴訟 另外還有一名部落客強調 當初小額投資的錢都有拿回來 直到近期IMB的業者是還不出本金 才覺得有疑慮 當時業務更是用疫情及其他的理由拖延 像被害人再度開記者會 除了要提醒其他民眾之外 也希望辛苦賺來的錢 也能夠順利拿回來 生物總共的情形 在本錢鏡頭交換棚內